而大年初三有许多人出门旅游 高宫局就预估国道将涌现两百九十万辆次 是春节假期最塞的一天 一整天的部分路段都持续拥塞 而在明天大年初四的时候 高宫局就预估会开始出现北返车潮 将会有两百八十万辆次 而明后两天北上也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大年初三旅游车潮出龙 早上九点国道就已经涌现了七十万辆车次 高宫局表示一整天估计将达两百九十万车次 是春节假期最高峰 整天大概会在两百九十万辆次左右 那目前比较庸色的路段 国道一号是在新竹那个路段的北上 关西新竹那个路段 国道三号的部分是从龙潭到关西那个路段 是比较不好走的 那我这边特别提醒驾驶朋友 出市出市的量也相当的大 我们预估整天会有大概两百八十万辆次左右 高宫局表示大年初三是春节假期 当中最塞车的一天 南北双向车都很多 下午过后民众旅游结束返家 到晚上八点之前 高速公路车流量都很大 而明天大年初四 高宫局预估会开始出现北返车潮 估计明天有两百八十万辆次 初四初五两天都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提醒用路人注意 那明天初四北上 我们有实施一个高承载的一个管制 建议驾驶朋友 你可以利用明天的零点到七点 也是暂停收费的时段 或者利用我们的高承载管制 九点到下午三年的时段来上路 那个时段会是比较好走的 另外在国道五号 宜兰雪山隧道塞车塞整天 高宫局也建议用路人 可以改走台二线及台九线替代道路 另外也再次呼吁驾驶人 来往台中走国一 南北长途走国三 短程跨线市建议走地方道路 车潮分流才能避免塞车 记者综合报道